基本物價攀升已破紀錄 全球基本物價不斷上揚 聯合國FAO物價指數已創新高 大自然不斷發威 因此許多國家如俄國及澳洲農產量都銳減 有些政府更是火上添油 利用囤積及出口控制來維持高價 同時印度及中國也增加全球糧食需求量 全因為人民飲食習慣的改變 危險基金也在幫到嗎 利用投機交易來烘台價位 逐漸上漲的物價也曾被說是造成 埃及和土尼西亞動亂的導火線 也許經濟學家馬爾賽斯是對的 經濟動亂是會傳染的 還是科學會再一次拯救這危機呢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